为期两周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星期五进入尾声 这次大会的重点议题有哪些 与会的美国官员是怎么看气候变化与石化能源等问题的 具体的情况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 湘云 好的卡拉 联合国的第24届缔约国大会 星期五进入尾声 这次大会可以说是自2015年巴黎协议以来 规模最大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的代表 出席了这场会议 这次大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是讨论 今年10月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科学报告 报告指出必须将全球气温升幅 从限制在涉事2度降到1.5度 并且采取紧急和积极的措施 来避免全球暖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否则可能导致海平面上升10公分 极端热浪袭击以及珊瑚礁的丧失 终极结果是脊椎动物以及植物的树木减半 因此主办方强调通过全球合作 来应对气候变化这项关键性的环境威胁 试图达成国际间的共识 来为实施巴黎协议制定规则手册 而实施这个目标的关键措施 是在2030年之前 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5% 不过目前看来 这次大会难以就这个议题在各国之间达成协议 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包含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 对这份报告的说法存疑 美国俄罗斯以及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国 反对以欢迎的措辞来通过这项报告 提出暂缓签署报告梳理 要求限制在设施1.5度的目标 美国能源部国际事务办公室的第一副助理 部长他是在会中提出了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 美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 与此同时也领导着世界减少碳排放量 他进一步指出 美国在开采能源的技术上有所突破 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油气生产国 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应当为了环境的可持续性 而牺牲经济的繁荣或是能源的安全 他说在这样的会议当中 务实的解决方案常被危言耸听的说法代替 来处理能源和环境的忧虑 特朗普总统此前也在推特上 对这项要求世界各国将气温升幅 限制在两度以内的协定表示不满 他说是时候终结代价高昂的巴黎协议 以减税的形式将费用还给人民 那我们采访了目前在波兰参加这次 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的美国非盈利组织 洛基山脉协会的主席卡尔拉·菲尔斯奇 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取得平衡至关重要 目前美国的许多企业为了公司的永续经营以及发展 已经自发性的减少碳排放量 下面来听菲尔斯奇是怎么说的 在环境和经济方面 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必须有能解决环境问题的能源方案 同时还需对经济有利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许多美国企业主动挺身而出 做出减少碳排放量的承诺 他们做出这些承诺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 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终极目标 招募顶尖人才 空气污染和这个议题息息相关 确保美国清洁能源的未来 也能确保在这项科技具有竞争力 不过有媒体报道 这份要求各国将升温限缩在1.5度的报告 还是有机会在大会14日的最后会议上 再次提案通过 因为许多参与的国家都希望 能够在这次大会上取得具体的成果 包括确认制定巴黎协议的规则手册 以及加强下一轮两年减碳计划的具体方针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 感谢向远备我们带来的报道